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是阿民 張偉銘 我們看到 上禮拜交通部鐵六局 富豪說要把這個藍貸當山 荒財錢在家都把他拚了 也把這個控制者所掛的這個民主保隸 我們看到這個部分都把他拚走 所以我們看到在那天是復活到很快的衝突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情意已經十幾年 政府共貼 已經變成是屬性 到底土地開發 或是說人民住的這個款頁 怎麼來說是都沒有抓一個順 今天我們作回來討論 我們說到 南地當山是台南這個天氣路 低下發這個價位的一部分 但是遠山有差不多三百萬火 四百萬火 住日空一二年開始來控制 我們看到他們說真的是反對這個當山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也看到十月這三的時間點 我們剛才說的是十月十三 這個環點過鐵路 說要把他強拚 但是我們看到說 這個部分已經真正是這個屬性了 十月十五的時候 台南市長不遺體的經驗 在民主的部門 他說什麼呢 他說深水的這個鐵基路 兩千十一年到兩千這個日空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說鐵基路 他說有一千三百八十人的失望 也是一千三百多的家庭破除的這個部分 但是你們就要支持說這個鐵路 鐵下發的工廠 台灣人真的應不安空 但是這個部門真的是在人家的空水上面 又在那裡壓壓 我們也看到說他沒手 還把這個部門給他臺文 給他臺好調 另外我們就是看到說 這個新玩家的有的是去跟 吳威鐵來向他丁正 但是有的是來到交通部 但是還有一次不看到 人家的這個衝突 另外也看到這個恐慌 這個部門真的是有比較威脅的這個部門 透過今天這回 我們也做回再來關心到 土地正義的這個問題 這部電影先來邀請我們現場內賓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 藍村鄉管主座新聞 鄧中安 台灣你好 你好 我是鄧中安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 前台南館長所歡迎 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邀請台南心家理事 嚴萬靈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在我們這個山頂我們還有這個 藍村鄉路師 村鄉路師你好 嗨 大家好 也有我們這個關主座的這個 神丸李永如 大家好 是啦 修仙要來帶大家來看說 這一天真的是 我們說台南 那當初辦這個相識 這個我們說辦演會 但是辦演會辦山 竟然在這裡聽人家 先來看 大陸選完但以後民眾繼續 跟健康立行靠對立 控制政府更拆除 想讓不發見的衝突 也不過早在早上三點 就已經發生一步驗中 三來殺氣的衝突 大陸鐵路就要換回去 鐵路就要換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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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就要完成 鐵路最後兩後 大鐵路的作業 後來再做六點 也不過早上三點不然 有效開始煩惱 放鐵路想要強烈苦力 引起相反民眾的氣氛 那相反彈體校民眾 無法幾次 衝突另外一邊 也會向相反 有存在的民眾補免 先守原梯 先守原梯 要居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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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民眾一度坐在 有存在 有存在出來 唱歌唱歌 跟他考慮 希望可以做自己強拼 也不過雲元 東北過 強風強制苦力 都將鼻腔還是救出去 另外彈體校村 是點點看好行李 彈體校媽媽 很艱苦 帶來的一日七百歲 早上六點 鐵道教宣布開始強拼 外出在出國開始 初步重工 總共有民主保隸的空間補免 其他都都聽下來 人家路上重行李拼出去 鐵道教標示 已經代表性的拼圍情 另外 外出國外出 藝人家路上去九點 帶走最好一道館 客 當然已經製片 沒分別的拼圍 有幾兩三天 全民拼圍 但市長恩威 特別是希望 好想可以體力 好事情 好便結束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圓滿 但是也希望說能夠求得 大家都能夠做最大的體諒 好嘿嘿嘿 süper 來了 逢年故 經過 LLCMarie的空間 扮 sight explain 沒牢要在樓場 看到外面的貼 먹고 可以接受 這種結構 那麼我們看清 政府 能夠好好的 跟陳爸爸 陳媽媽 陳家所有成員一樣 繼續好好祝賜 但媽媽的到走出騎六十一年的老廚 這剛才走出門口 馬賽車 林部主委 又連下來 其實楊雅共町 希望彈下通口到這裡為止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加油 記者綜合部都 是我們看到自己住那久的處境 這樣讓牽涉 真真心來想 真是很辛苦 我們繼續先來連接到 我們的紅春 鄉路樹 我們看到這尊 這尊廚是這樣讓牽涉 但是我們保存一個老廚 保存老廚是我們最大的抵抗 那是 我真的 心裡很辛苦 看到那個畫面 我希望這個政府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們也看到這個紅春 因為看到自己的家 買手 連直接推就不讓牽涉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旁邊那麼多是我們的這個小魚 小魚那當時也在這個十月十三的時候 看到現場真正是不看到這個 極力的衝突 為了是要保存 我們看到紅蘆蘇這個處 但是我們看到那當時真的 鐵路局或是說警察在集合 那當時真的就開始在那邊 黏黏 黏黏黏的這個外匙就 卡下去 就開始在卡了 你看那當時控制的這個部分 怎麼叫就叫不回來 但是我們說 我們最大的抵抗 要給他提醒 我們這尊這個最大的願望 還有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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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長姐他是半拆戶 所以基本上 如果樓梯能夠留住的話 他相關的使用才能繼續 那我們不懂說 鐵路局現在是 為什麼要 為什麼不好好跟他來講 為什麼不好好跟他討論這樣子 尤其是我們認為說 透過設定性上權 樓梯的問題根本不影響 南鐵東移的問題 基本上 因為樓梯基本上 只壓到水溝的部分 我們認為樓梯跟鐵道的工程 是可以兩全的 我們認為鐵道局應該要討好地 跟我們來討論這件事情 而這件事情也其實 為什麼黃雯香會這麼地 在意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一路上 這九年來 他其實遭遇了太多 不對等的對待 資訊不平 不對等 以及相關的 他只是要求 能夠繼續使用他的房子 但是他不斷地被社會污衊 他說他是要多少錢 可是黃雯香已經很明確地表達說 他其實沒有要照顧宅 他只是想要他現在的房子 可以繼續使用 是 其實我們看到說 很多要給聽的這個 祝福也好 其實他們都沒有這個錢 他們只是要一個 我們說大的正義 我們從這個日空 這個南鐵 我們說地下法 當算這個大數據 來看 1996年的時候 是這個台灣新政府 環境保護處 他說原貴就要拿這個地下法 兩千控告年的時候 行政院有協定說 台南市市區鐵路地下法 這個價位 這個綜合幾個報告 就是說當算方案 代替原本的這個地下法 這個方案 所以我們看到說 日空空九年開始 那時候有一些聲音出現 這個聲音是什麼 原本我就是原本的這個地下路 來去做就好 為什麼還要重産 過去我們說公有地 就是這個地下路在走 為什麼這時候要先來 我受人的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看到日空一空年 環保數通過這個環境差異分析 地下法工程開始重甲 那時候有一些正義 我們說日空一二年 環南鐵動甩 自救火 那時候開始有些控制 日空一三年內 這台南市政府 拿出的專案 照顧鐵的這個方案 但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有的人 真的不需要照顧鐵 他只需要他過去 原本的這個土地 他要在這裡生亡 這麼簡單的這個環保 都沒辦法重申 日空一七年三月十五年 地下法 當算工程正式來當工 我們看到日空一半年的時候 南鐵的照顧鐵完工 我們也看到那時候的這個行政一定有大千頂 也去看 看這個部分是完工的部分 但是他過去做台南市長 是多年 對於我們說 在那裡過去 在那裡大的人 這時候來去看 我們說就是你們這些政府 把我的房子都拆掉了 真正是很憤慨 日空 日空年的時候 十月十三 我們看到最初的這個 南鐵 南鐵 反正過往這個中間車 所以我們看這時候 南鐵 訴求就是保留一個樓梯 我們說地下法 路段 總共有這個八點五五公里 這個可以有三百寡核的這個基民 最初的兩核 但是我們看過去 有來到我們節目的這個 這個南鐵 他們家他買手 也是選擇說放手 他要把這間家關給政府 但是這時候我們洪春鄉路師 為他的這個要求 就是他是半鐵 所以他要保存的就是他直接推 直接推 看政府也沒給他 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那個洪春鄉 他就是他家始終是徵收二十二倍 是 然後徵收料就存十四點八倍 然後醫藥你再靠掉齊樓 因為醫藥你還有齊樓 你靠掉齊樓醫藥 你就可以存五倍而已 不夠五倍 然後這座要怎麼用 這是一個問題 那所以主要要說的問題 還是一個原因就是說 這個樓梯為什麼重要 因為這個樓梯他可以保護頂管的住戶 可以繼續住 然後他的腳 他媽媽也可以繼續住 對 我們主要要強調的 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就是要儲 要續住 你保障什麼 你要做什麼 那是其他的事情 那不是我們主要買的 我們主要買的就是要繼續住 所以南鐵一直以來 我們說的問題就是說 你有這個動力 就是這個洪春還有這個必要性 沒有 應該是說有 因為說 就是那個 因為說 比如說像 像說你台南火車 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所在是國定古蹟 所以你不可以擋 不過這個問題 其實工程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他們就是一直加這點 然後然後問他說 你搞其他嗎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家真的 也是不知道什麼 他要擋三 完全都不知道 對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 已經經過這麼多 因為這個市長 我們看到這個中 這個台南市長 這個疏範在山西 也在我們這個現場 雖然我們看到這個 台南管的部分 當初的部分 我們說過期間的這個地方 只有一個角度 但是我們看到 台南市最重要的 當初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是 其實這個藍鐵 藍鐵 藍鐵現在發生這麼大的 窮盾 這裡是經過已經八九年 現在這個窮盾 甚至現在又退去之後 大家也要繼續在那裡 控制 這種最重要就是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圓翁 在這裡 很大的威懷 但是政府和媒體都跟田徒 說他們就是最大的威懷 最大的威懷 所以才會在那裡的地空 其實這是一個雙重 可以說這個地獄的鄉海 其實這個 本來的這個藍鐵 是這個圓軌 因為這個台語說的 原來的鐵基爐 原來的鐵基爐 做一個永久軌 永久軌就是在原來 鐵路的軌 那麼這個丹平 這是叫作用軌 作軌道 是 就是臨時軌 就是說在四天的中間 有一條臨時軌 這到九十六年 也就是二零零七年九月分 那麼這個鐵公司送去 這個行政儀經建會頒本 也就是這樣 是 這二零零七年兩千空親儀 九月分 善幼 行政儀 心渣 也是元軌就是永久軌 當兵是舊軌 可是徵用 情用 不是情收 戶是拆掉 戶是情收 但是土地是情用 但是在這個經建會心渣的時候 經建會突然跟我們說 你戶就拆掉了 他就整個肚子拆掉了 戶就拆掉了 戶就拆掉了 所以肚子拆掉了 肚子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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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的這個臨時軌 就變成永久軌 他說呢 主要的理由就是說 這樣呢 時間比較快 時間更快 時間更快 因為你現在就是說 可以生幾個月的時間 其中一個理由說 可以生幾個月的時間 而且最重要的理由是怎麼樣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原來的鐵路 以後這些公有地 可以變都庚 土地開發 做都庚 這個都庚之後 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源 可以幫助以後 鐵路立體法 是 那整個項目叫做鐵路立體法 鐵路立體法 鐵路立體法 都叫做鐵路立體法 政府在這方面的財源很欠 是 所以可以鐵路 鐵路 鐵路的工廠在實施的時候 當時可以做都庚 這樣政府就可以增加財源 是 所以就把這個兩千控 七年九月分 替工局 原來整個月替它替它 替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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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現在 可以說現在這些 南鐵動輿 這些受害者 最大的威迫 就是因為國家要增加財源 所以把輸人的土地 做永久軌 政府本來在贏的地方 都拿來做醫療 要去幫忙 現在一個事情 讓人搖出來之後 現在政府就開始說 好不然這裡都不要做 現在做立地 是 但是呢 當這個正義插過之後 可能經過三年四年五年 才開始做整個都庚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都忘記了 也都聽了之後 全過水無分了 全過水無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 違反都市計劃四十二條 是 都市計劃的法 明顯 明必規定的政府 你要做工業設施 你就要用公用土地 公優地優先 更何況 這是原來政府就在用的 你的鐵路就在用的公優地 你是怎麼政府本來就在用的公優地 你不要用 你去把輸人的土地徵收 所以可以說 南提現在這要收到這裡 最大的完翁 結果全台灣沒幾個知道了 是 土地 政府的土地要去開發賺錢 民間的土地去受委屈 所以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嚴重的 違反土地政議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案子的政議 這個案子的政議 因為這個政府不利嘛 所以就夠了 現在現在好像有隔壁翻譯 高等行政法院 隔壁行政翻譯 罪隔壁行政翻譯也要不確定 所以這個案子應該說 不然你也最期要尊重思法 等到罪隔行政翻譯 判斷比較重 才來執行 結果政府呢 就是願意幫你聽 就是說你所緣的時候 就開始聽了 所以所緣開始聽 一步就開始聽 逼什麼 逼這個行政翻譯說 人家就在聽 雖然政府違反就聽了 所以現在這個罪隔行政翻譯 是怎麼記得把那個 除了杭春鄉把陳志曉 他們的房子打掉 就是要讓 基準的屬性 做個行政翻譯說 你現在打贏也沒辦法 房子就打掉了 所以用繼承的基性的屬性 並行政翻譯 配合政府這個打管 所以我們在問 真的是怎麼政府做的 這個做法 應該這麼老錯 真的是完全沒有在尊重 我們說的這個定屬正義 是 我們繼續請教我們林 就是我們剛才也看到 這個定屬正義非常重要 但是政府真的都沒有在尊重 尤其在這件事頭上 我覺得說要反對 當選 第下法的理由 前前兩位來臨都可以說過了 但是我要在這裡來提出的是說 就算你是支持第下法 就算你覺得當選也不可以 就算是這樣 我們也是要來看說 政府是不是也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就看這幾天 這個抵讀的過程就好 我們這幾天抵讀的過程 我們看到很多 集法的這個課陷 譬如說不應該輸用保留 在這時候輸用保留 不應該在譬如說 無數前通知就來抵讀 像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管你是支持 還是反對地下法 我們大家都應該要來感讀 是政府在行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也違法 不是好像地下法 有了沒有問題 剛才說的 土地的正義很重要 頂俗的正義也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 又加過分的就是 我們剛才有看到說 因為市長 他在他的密切上面 還補這種 看起來就是好像 工業 工口小 雖然說他很快就把這個 東西拆掉 但是我們也是可以去 考慮一件事 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是跟這種反對的一方來對抗 還是應該要去做好 你改遂的角色 你今天如果控制方 對這個立場 對政策的立場 有什麼五次還是疑問 好 你應該要做的 不是站在他們對面跟他們認識 你應該要做的是 做更多的解釋跟溝通 是 來讓控制方了解說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這樣做 就算控制方不可以理解 也要讓一般市民理解說 為什麼你們就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我在這件事上面 我看到台南市政府的角色做得不好 十幾年來一直市政府 都是站在一個跟控制方對抗的角色 不是去把這個事情解釋 清楚的解釋 這是我覺得我對市政府最希望的地方 大家看到這回真的 真的太過頭囉嗦 在聽的時候 竟然是沒有事先行統治 在聽的時候開始算透 真的要開始聽 雖然你們在現場 或是有很多人在現場做控制 但是我政府要聽就是要聽 所以我們說這段 這段黃村鄉路樹 真的是只剩下半盒 一半去弄聽了之後 保存一站樓梯是有什麼用意的 我們說黃村鄉這個廚的樓梯 是不是可以繼續來保存 這是他們最大的願望 剛才我們說阿長也有說到 他們二十多半 如果是靠到吉他的部分 腳上頂頂頂頂五倍而已 這麼久他們是要怎麼成功 是要怎麼成功 有人又說我就是要為到這個照顧 但是他們說沒有 他們就是不需要這個部分 他們只需要原本的這個樓 保留 但是這段剩下半盒 我們看到第一個部分 我們看到剃度局對政修的這個環圍 公法是荒棄荒棄荒棄 不免得這個政修環圍 而且如果要再尷尬 再一次 這段我們先看到十月 切落這個部分 剃度局的這個人員 還沒有限定 我們現在就要再請教 不算鄉路師了 我們看到政府的這個做法 那些樓掃 本地跟你約束好 還沒有來繼續 但是我們這段也說 嚇到這個律師會破壞 但是我們這段最初 要去做的還有什麼 現在要叫政府要扣我協調 這個樓梯要怎麼扣 讓我扣上的人可以扣去 我會扣勞勞勞 那會比較正常 不要說一頂主堂 要離一六六 基本上都不正常 我已經退後面 我已經不跟你 不要叫你計較了 就拿出來 我只是小小的 退退退到這個樓梯 我希望這樣保留起來 因為每個人都說可以留 為什麼 只要替人家叫說不可以留 所以這段我真的很懷疑 現在都不 他都不叫人來處理看 可以留 不可以留 只說我的山就是會這樣 我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們留空的時候 來我們下地方看 金本的後面那個公有地 真的很大片 現在路走的就過 他都不要處理 只要一直要 我們家 下過去 我真的 我沒辦法接受這個 你今天一間房子 你最重要的樓梯 你空間的切切都不去 所有空間的利用 沒辦法 人家利用 這間房子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 你一個家 我們已經這樣 退到 已經都沒有 已經都 人家說 退到那個牆角了 留一個樓梯給我 好好的處理 好好把我處理 都沒有 來告訴我 沒聽到 像那些不聽話的時候 然後連續從 10月10日 12日 連線 拆到10日 拆到一直拆 一直拆 拆到裡面 拆到裡面 放在那裡 到那裡 那天 那天為什麼大家會收起 就是因為都 米林裡面頭拆 然後把我拆出來 樓梯 我現在出在橋下 結果他整個房子 變成他接蜜蜜 他就在前面 全民都會接蜜蜜 接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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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拆 接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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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丟了工作 或是一定要把我家的老頭拆掉 有這種 這種 這種 國府已經完全變成阿爸 我們這個是國家建設 我們是國家建設人 用這種態度 在對待人民 我到底是煩什麼 煩什麼 煩什麼 他都沒有把我們家庫 像前天晚上 永遠跌倒下去 如果照樣照樣照 我家一直就倒下去 如果那天 那天 如果不停下來 我看我家做你去倒下去 反正都沒有把你 是所以我們也看到政府這段真的是 頭頭痛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反正鄉 反路書 他這段的反望 就是說真的會被牽涉 我們剛才也說到 剩半斬樓梯的部分 也要讓他們可以繼續去打 我們再來看到說 剛才這個反路書也說到 他們這個月的這個部分 這個路線 競然還可以來蓋 所以帝叔 他們這個部分 樓梯 這段就是這個情緒 環圍之內 有人也說 這就是要出一個這個部分 為止列車的這個車速 來去整個設計 但是我們說這個路段 是出一站的部分 二次到這裡 這個鐵基樓 我們說飛車一定要是萬速 列車絕對沒有這個高速行速 這個輸球 另外我們說 按照這個土地 情緒的這個條例 是最少 最四千海性 這個原則來做頭一個選頂 另外我們也說到 黃金跟高通部 拿出這個設定 最高的這個請求 希望這個鐵基樓跟這個樓梯 可以平准 但是鐵基樓 所以說陸款已經揚下去 這個政府說的就算了 所以我們看到 十月十月的時候 這個大家先玩這個部分 有看到鐵基樓破壞到樓梯 要拆除到現場還有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高通部前 發生到這個極力的衝突 我們看到高通部 這段在壓力裡面 說十月二次進場 感慨進場 我們先停止四天 但是這個部分 政府就看說 哇 真正要讓這個黃金 各處都沒有了 要把你拿到樓梯 所以我們看到 雖然這附近高通部看到壓力了十月二次 所以這個部分 那不是這個過 時間過 就不會再拿了嗎 應該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今天今天將處到的 之前一直交出來 壓力了 然後我們去那個叫洗沙 對 但是我eh thankful che theres yo 你左右 要注意 skills and the shield 因為第一 就是說政府一定都告訴我們 就是說政府一定經過 這是為什麼你 什麼夥牢 該什麼要聽 這個距離 就是因為你在那個連續必頓 crisp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有很大的爭議 什麼意思就是說 你看你那個取緻半徑 你都可以定位 你這個不可以定做嗎 這很奇怪 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要改那個取緻半徑 你要整個計畫定走 但是他真的就是 說他要為他就改 然後第二項就是說 這個勞推就是我們訴求 就是一定要勞下來 然後他真的就是跟你說 好 我現在就覺得 我感覺結果我如果要聽 我就是要聽 問題是說你旁邊就是開源路橋 你一直跟我說你連續必定管要進空 你開源路橋不用聽 就不用聽嗎 對 你就不用聽 你就可以開始施工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你就是純心要聽人家這樣而已 然後最後我們就問你 為什麼你們要聽 他就說這是安全的問題 好 這是什麼安全的問題 你要讓我們了解吧 說不清楚 政府 政府就不跟你說 他就說就是安全問題 大家人都這樣 然後人好呢 人好就不人好 對 所以你說他真的會做 這我是遲疑 就是說他要聽這就是屬性 是啦 所以我們看到說其實 這個過去有幾個例子 像主南宮這個第三人這個部分 他為到這個公路要通過 但是沒手 這個大法官也會實現 對 因為那個四至七四七嘛 他就是說 他就是說他如果說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公共建設 他要經過我的腳 他就是因為他經過他指南公的腳 然後他去申請示線 他就是說好 你如果說這樣 你的土地所有權 就是你土地所有權人 你可以要 就是你可以要求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要用度的人 是 要向他的主管機關去申請說 他要設定地上權 所以各位做法就是 他的指南公的事情就是 好 我就設定 比如說我地下三十五公尺 讓你用 這樣我讓你用 他當然是我上面可以繼續住 實際上我們黃春香的事情 也可以這樣做 我就是讓你去討論 好 你如果要用這段 好 讓你用 你就去設定那個部分 你設定那個部分 這樣我上面撈腿 我可以撈腿 你下方可以施工 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施工要怎麼施工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 施工要怎麼做 代秀雄就是那個 震帶 熱帶地震器的老師 代秀雄就跟我們說 這其實是有辦法做的 OK 現在大家人都跟你說 有辦法做 然後你又在那裡說 這是安全的問題 然後說我沒辦法做 我就是要欺負你的房子 這樣說不會過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真的 真的 政府這樣做 給人民沒辦法信任 剛才這個管長也有說到 過去我們說這尊 我們打到這個庫町發營 水庫發營就還沒有這個結果 這時候就開始強調 要逼發營你就要先進 我們說這個機已經疲了 這個手勢了 但是我們剛才也說到 如果是說站在這個大火關 過去有這個生賴 生賴 這樣我們有辦法幫助 不存在乎如數 跟他的這個處 六半戰隊這樣呢 是 我想我們可能要 就是說這個冬移 或是冬帥本身已經 很明顯的一個違法 OK 危險 我們剛才有做一個算評 但是就說好 就算說好 現在決定要冬帥 冬帥的時候 那是精修的方式也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說一般精修到褲長精修 你不能說 你把我老百姓的土地 熟熟的給我精修 政府原來的替露地 政府原來的替露地 你以後留下來做都更 這真的是查到政府 這真的就是查到政府 就是說褲老百姓的土地 熟熟的給他精修 然後你原來的替露地 都更一般才賣一百萬兩百萬 這樣這真的是 實在是真的是很惡劇 所以有一種叫做 跨區區段徵收的做法 跨區區段徵收 所以其實冬帥 就算冬雨後 其實也有這種叫做跨區 而且立體化徵收的概念 就是說好 不然原來你的公優隊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合併做回來做趨增 將來你這個公優隊的這個部分 將來如果是要做都更的時候 那有一些權利 這些比精修的人的權利 也可以收到那邊 他的權利也可以移轉過那邊 包括譬如旁邊東側這邊 丹邊這邊也是要做都更 他也會有容積增加 那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 受害者在這個將來增加的容積裡面 他可以去產利這個分配 也就是說用立體化 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 這樣這個受害者就不用說 我對這裡安置房 安置都是認識的 是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繼續留在 原來他跨路旁邊 他過去的人際關係 過去的李林關係 過去的人際網絡 都可以繼續維持 所以這是下枯的概念 所以政府跟政府做過 跨區區段徵收 有嗎 有啊 大埔就是這樣 大埔大埔大埔的事件 在張藥房 跟新的區段徵收是沒有關係的 結果劉政凡因 為了要升政府的錢 也把這個大埔這個張藥房納入區中 裡面 不知道會發生這個大埔這個張藥房 主廚這件事 就是說他本來是跟他新的那個範圍 是不一樣的區域 他也比較納入 所以他也是受於跨區區段徵收的 一種案例 是 再來最近最嚴重的一件 就是現在航空城 航空城是為了一個第三航圖 為了第三航站 本來這是差不多四五百公斤 可以改靠的土地 你整個變得跨區區段徵收 現在用三千幾公斤 三千幾公斤 合併下去做區段徵收 所以如果政府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也不用讓這些原則四百幾個都受害 他就可以用這種所謂跨區 立體化徵收的方式 讓他們的管理 都可以保留在鐵路兩邊 所以包括防殖印象這個問題 也不用現在這麼艱苦 他就可以 他的被徵收的管理 還可以在旁邊 他在旁邊保留他的管 不僅是這樣 你說像剛才說到這個感慨的事情 本來說好感慨 你為什麼想要聽 這就很明顯看到政府的阿爸 就是說我這個阿爸 你是要怎樣 你又好感慨的確定 還是我們破壞的確定 再來處理 你就是阿爸 要造成基性的屬性 包括剛才說開灣球 你的開灣球返圍的 你為什麼不配合開灣球 如果要處理這次才做的處理 就是說不一定就是那個時間 是那些絕對嘛 所以現在有一些選定的部分 但我基本上就是說 不然你比較大部 大部發區區段徵收 比照那個航空城 可以跨區立體化徵收 包括今天陳志祥的問題 今天環春鄉的問題 也都可以解決 包括那些被公佔刷開的 那四百多元 都可以他們的管理 還可以跌到補充 所以這個控制 真的不是一個辦法 如果說真的 剛才我們管長所建議的部分 下區區段徵收的部分 如果是可以不然就 我們說這個鄉村鄉路樹 可能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政府 就是去讓這個我們說的 真的惡質 我們說要負責就負責 但是這時候我們為他順求的這個 就是只有控制 控制 再控制 因為我們再怎麼做 都會撿到 都撿不到 我們說這個政府 他真的很老闆的作為 所以我們說在十月的時候 我們又起來 我們說的交通報告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另外要來討論 就是說這個警察 這個問題 到底也有很大的四角差 先走位來看 香港民眾 在十六殺區為哪 突破警方 想要從他去交通報 限定一批混亂 警方出獄賣褲 讓民眾認真 不過過程當中衝突不斷 最後拿手要壓制關授 大約有十二名控制民眾 讓警方帶去旁邊 混亂中會來會去 有人中傷 控制代表拿出兩大訴求 要求警方放人 跟南鐵現場要須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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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須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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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保留是很困難 但是一個新的批子的設計 我代理說一個新的批子的設計 讓他能夠拉二樓 這件事情 我叫他規則才能夠給他做 有一天在台南火車頭參加 晚餐的台南市長文威鐵 讓這次南地獲勝 讓的學生大聲控制 甚至跟警方無法衝突 他們控訴在南地獲勝貼成現場 讓他在稍州拖來拖去 地書坐著名學生受傷 更不安政府不在獲勝貼 設計地上權的可行 不管是法理上還是實踐上 都是可行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管是鐵工局還是政府還是交通部 都沒有正面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然後來做暴力強拆的動作 警察跟有一個法規則 恩威鐵希望學生拿出認證書 讓市府內部來調查 那如果恩威鐵十四暗時 原本在臉書報文 說台南民高度造成 像親人師匠 讓人心想 雖然已經把文獎拿到火車 不過要是讓這句說是六張 更加上共體的正義 民進黨府比市長 林輝環也發文 由台南市政府 應該盡力消毒市民對立 和鐵城後做受的歐明 我們必須要面對台南市的市民 面對都市發展已經延宕 數十年的一個問題 至於土地的取得 與否要用到多少土地 我相信這個還是尊重 這個需要用土地的機關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裡面有 我們說這個渡室 這個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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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土地開發的這個煙錢 我們說這個文威鐵市長 是說煙錢都是這樣來做成的 但是那真的是 我們說政府真的沒有遵守 過期的這個這個浴縮 劃聽就聽 這時候他又說什麼 台南市高雄醫生的市民 都說更快完成 鐵路地下滑這個部分 建議這些學生 真的要去關心香港的學生 這句話之外 真的要去歷史更多這個台學生 高雄部長林高雄說 一切都要安全 第二 希望感到結束 有一個結果 我們也說這個期間 大家都要保持安全 也看到我們這個文威鐵公圍 還是部門這個菜 我們看到林肥凡 這個民進黨 負比署長說 不要互相互命化 真的這個 提醒好也是市民 不要被他們動罪是敵人 另外我們也看到是來立場 他也說要交通交通 再交通 除了這個聽到的這個概算 正義要把他確定 也不要因為這個公車 這個死亡對情 也維護到市港的正動性 繼續我們請到萬寧 我們看到文威鐵市長 這樣這個法言 真的不適當 我剛才這個雅皮裡面 也有說到說 有說到一句說 都市發展延宕數十年 他說這是因為這個空間 那真的是這樣 我們頭前也看到一些疏離 二公共七年開始 二公共九年開始 比較有這個當初這個訪案 所以數十年 幾十年這個疏離是怎麼來的 我跟政府在說事情 一定要說清楚 第一 都市發展 那真的因為那個冰高鐵 或是那裡的地方都要延宕 譬如說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十月十八後 稍後他在他們旁邊的一個冰高鐵 之前已經在四天 現在也已經好了 說有延宕 那我會覺得那是不合理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討論事情 都用很簡單的 以為他們這些空間 就是要要抵擎 說這就是去阻礙我們都市的發展 我覺得這些話都很簡單 我們在這裡都要去誤導 我們大家在看這個事情 這個看法 所以我一直在講到就是說 不管你今天是支持 地下法 還是沒有 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應該要請市政府 或是說交通報 把事情說清楚 譬如說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其實我剛才也聽到這個次長說 如果有別的勞退的可能性 也可以討論 就是把這些事情 就是說清楚 就像非凡說的 不要把控制動作在人 因為這樣只會讓事情 越難解決而已 而且他剛才說 高雄以前的市民都希望 完成這個地下法 這個高雄這個蘇利 我們很希望可以看到 什麼民調 什麼時候做的民調 這個地面是什麼樣的 這個高雄的收入 到底是高雄跟什麼程度 是啊 我覺得這些事情 都應該好好上誓來討論 不可以這樣說高雄的民意 就是你說就準算 我覺得現在的重點 應該是要在這裡 是啊 是 其實市政府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有說到 這不溫意交通的 真正是這個不地下法的原因 台南的交通本地就很亂了 你沒有去解決 還把歐名法這些人 這樣真正看不下去 應該是說我們所有的都市發展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 怎麼說的 就是發展的焦慮 OK 煩惱什麼 就是他那個煩惱 就是說我沒有發展 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發展的民意 都推好 推好這不要簽的人 對 不要簽的人 先去上面 但是我覺得這很可能 就是說 這說什麼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好 台南其實如果說有八成九成的人 不同意說 我就說我很支持地下法 都當算這樣 就代表說 其實有八成的人 是不溫意 台南的交通的狀況對不對 因為台南的交通狀況 第一就是你 人行道小姐 第二就是你的車太多 你覺得車太多 我們台南市民 差不多每十的人 就有七台的機車 四台的汽車 這麼多的車 台南都互不亂塞 互不亂衝 當然你會出事 然後你還說 這就是因為 因為你不需要地下法 所以他吸引去那個海上 我覺得這樣是 說是太過分了 甚至有萬靈所說 都把這些改水的方式 說得太簡單 真的要把民眾 把他誤導去 我們說真的這樣不行 但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個政府 因為這個裁缺的案 也映化了很多這個情義 我們看到日空一二年 有這個蘇林翁家 因為這個都市驚訝 所以跟台北市政府 有很大的這個 警民衝突 人說翁家也拿到這個租完 十一站裡面 有十站的這個敗訴 另外就是這個大部案 這個管長老正宏 我們說這個人 那時候也是這個 職人的這個房子 廟裡管政府 為了要開發到科學 本屋政修農地 這個職業 最好是向共職 不然是有兩個人 因為這樣 選擇輕心來過澳 日空一半年 這個中友榜 原地來電器 另外控制到最後 我們說就有這個高雄 紀三這個大高庭 這個鞍 公共政府那時候 也要職徒 幫他們判定是危險 建築部的這個大高庭 老家的這個太平上庭 也引起到很大的這個空間 市政府賣手 這裡的這個上庭 旁邊 蓋二十一號的這個安坐 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 再請到黃露師 剛才我們也說到 真的政府要發聽就聽 但是我們剛才也說到 很多種建議 我們剛才也看到黃露的市長 說最大的眼前 就在我們說不會聽到這裡 你這樣真的也聽不下去 黃露師 是 是 是 所以我們剛才也看到 這個高農部這個市長也有說到 如果說有一個新的樓梯 我們怎麼可以這麼小呢 新的樓梯 就不定是我們家的空間就沒了 OK 那個使用的空間 基本上都沒了 今天我是怎麼進出這個完備的樓梯 不準 就是因為他們都整個空間都沒了 像我一間一間一間五間 一間一間九間 我以前一間的樓梯 我就不記得 我建議說這個樓梯 那一間十三個樓梯 因為他說 可以好好利用 這樣而已 那你如果說 這個空間一般都沒了 我已經貼到這樣 這個中大建設 把我建設 真的 政府的做法 絕對不能這樣強迫 我們還請小魚來補充一下 小魚請說 很多人會說就是黃日香的房子狀況 但其實黃日香的房子是 秀的增見 即使是這樣子 基本上他的房子都一直長期的 提供給經濟不穩定的弱勢的住戶 來繼續居住 如果我們這一次 為什麼會這麼堅持 也是因為 即使在強禪當天 我們即使被趕出房子之後 裡面的住戶養惠也不斷在講說 他如果在外面住到第三個月 他目前收入穩定 他可能付不出房租 因為他仍然會希望陪 跟著黃日香一起繼續來 爭取 懷獻提保 讓他可以繼續居住 那如果現在就有機會被拆除的話 那到底 到底 之後新機幹嘛 整個房子 到底黃日香跟他的 比如說像是去保護養股 他們怎麼繼續居住 這會是個大問題 那這個部分不是簡單的招呼 或者是外面的人簡單的說 你就蓋一個新的樓梯就下去 那很多 譬如說像政府會提一些說 那我幫你蓋一個旋轉樓梯 可是我們也講得非常清楚 黃日香已經65歲了 然後他的 他像公司主委委會 因為他其實 體育上面也是 他爬得多爬得非常吃力 那問題是 全然樓梯對於他們來講 其實是 不是一個好的設計 會很容易跌倒的一個樓梯 所以他們會非常堅持說 現在樓梯才是他們 繼續能夠維持 繼續爬 繼續生活的 繼續住的 最好的方案這樣 所以才會一直談到說 這是最小青菜的方式 那你目前 很多人會講說 黃日香家 你針見房就是要拆掉 但是其實以黃日香拆掉的後半部分而言 基本上台南市政府現在的 容易獎勵三萬犯法 其實是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們不太清楚說 目前整個社會上面 不斷地對黃日香的這種汙名 對他來講 其實是不公平的 對於我們在處理核心的問題 續續跟供權的問題 到底這個社會來面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個黃村鄉路師 小魚也在這裡跟我們道三天 真的非常感興 但是最初沒有感興 就是我們這個政府 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我們有說到 很多種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說高通部 這個處長剛才說建議 要給一個推 但是其實這個推 我們說最沒有的要求也不會 另外我們也要看說 其實在那天發生到 這麼大的衝突 我們也看到說其實有記者 還是說去幫你抓去 柴鳳的主義也好 還是我們說在我們說 共聽的這個建議 這個記者有發言說 有人我們說拿出來這個記者情 但是也是替陸教的工廠 這個人員 純手來周董 拆訪 沒手 還要求替陸教 和警察連手打招 穿這個立石 這個山的這個台南市的這個 警員 警察考試說 不存鄉路師 又畢業 這樣 又畢業 另外我們看到說 十月十六 這個在控制的這個動作 有這個焦點 事件的這個記者 也讓他扣這個索地 讓他扣在頭上 重點一分局是說 這個記者是沒有掛這個牌子 所以也沒有這個 領域的這個器材 所以把它抓起來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每體工廠才有發生性命 他說記者沒有違反到行為 在這裡讀官第六百八九條 這個四字 他說拆鋒犯不是來自這個記者情 是他的這個拆鋒行為 那林家庭 五尾鐵 瓜文廠 市長 都應該關好 這個工夫人員和警察 發抵的這個教育 繼續我們來請教這個管長 自己也是律師 怎麼來看這個警察執法的這個問題 是 我想這個這幾檔 這個警察執法裡面 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叫做束帶 是 束帶就是我們在辦東西 現在工業發抵後 為了要塑一些肺物 所以就有一些束帶 但是束帶就是對人的皮膚 很容易受傷 就是說你如果用人用束帶 拆下去的結果 就是很容易受傷 所以其實在國際上 我們不是用束帶 我們不是用束帶 我們是叫做束交手烤 束交手烤 所以這個時候 上幾檔 為了這個 所謂的姓平 同性戀那時候 也有反同和贊成同志婚姻 有一些衝突 那時候就開始都有一些警察 然後就用束帶 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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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帶之後大家都中心 是 這個事情 警察坦白說 就是說實際上 因為現在這個科技有進步 技術有一點進步 你要用束帶的手烤 我想這是束帶手烤 可能身分比較促 或是比較好 但是絕對不是用束帶這種在辦東西 如果說是警方對記者的行為 是 就是說 對記者的拆風館 我想這幾檔案也是 我們民選的一些收招 對這個警方 對這個警察拆風館的侵害 層出不窮 是啦 這是一個很嚴重 就是說我們的行政館縱容這個警方 那麼對這個 就是對 因為記者是不一樣的意見 是 深入報道最重要的專業人員 那麼對記者的情害 就是對言論自由 對拆風自由 是 對不一樣的意見 連記者 這就是你記者在帶 所謂的帶風向就對了 所以我們看到 真的在土地的政餘 我們不得不到 另外在政書政餘 也得不到 所以我們用透過控制的方式 但是我們有這個 第一線的這個人員是警察人員 他們很辛苦 沒錯 但是這個政府 就殺警察人員 讓他們做第一線 這些事情就這樣控制下去 政府也沒有一個交代 歡迎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新聞 中正一分局 中正一分局 甚至還有一個貼文 就是說在這次交通報道前的 控制裡面 環境的受傷有多多 我覺得這也是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警察在進行的時候受傷 其實是我們可以考慮說 怎麼可以不要讓他們受傷 但是你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 去政處民眾的動靜 你應該要想的是 為什麼控制者 要用這麼極力的手段 是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好好地說 什麼要去跟你收台收完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連警察也在選團的時候 也已經沒有風向了 不是只有風海新聞自由而已 他們自己在操容這個媒體的風向 這也是政府應該的事情 我覺得這都是 我們現在網路上面 常常看到這種政府的軟胸 不管是市政府 交通報 或是警察局 大家都在跟民眾說你要支持完 但是用的方法 不是說該稅清澈的事情是怎麼樣 是用各種主婚操容的方法 來讓你支持完 這樣是不對的 就是透過這個主信的操容 是 讓你主信不對上 也就是說故意說 你們這裡就是調補他在這裡 眼前還我們這個都市 價位無法執行 還是說真的去控制 警察 他就說我們受傷的這個警察 也很多 所以要讓民眾來東進 但是這都不是最怕 本身可以改革的這個空襲 透過今天我們說 這個鐵樓擋散這個問題 大家都沒有反對鐵樓地下化 但是一個頂屬的政議 或土地的政議 你政府有全存在嗎 大家下次比較要意的 今天也感謝三位來賓 也感謝我們三位來賓 也感謝我們三位來賓 也感謝鄉親好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